像杨东和李唐东这样的战事实在是太多太多 成都军区77159部队的执政员们 那些红军的后代去营救红金村 吴晓峰是炮兵团的一名普通战士 有一次他往灾区去送灾粮 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愚症 一块巨大的石头砸中了他的左腿 造成了粉碎性的骨折 他忍着剧痛 但手却紧紧地攥着拉着那一袋灾粮 还有勇闯镇中的庐山县人武部摩托车队 赶死队和黑水县民兵应急分队 救灾现场的军人们 他们是那么样的可爱 以至于灾民们说一看见我们的亲人解放军 他们心里就有底了 就踏实了 现在让我们以最忠诚最热力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抗震救灾的英雄们上场 他们都曾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的荣誉称号 这是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的代表 地震发生后 他们第一时间出动2125名消防官兵赶赴灾居 这一位就是带领40名突击队员 历时13小时连夜徒步43公里 率先打通保兴生命救援通道的 滋阳消防支队马瑞支队长 谢谢 而这一位是被誉为最美消防员的 庐山县消防大队参谋吴小波 谢谢 他在正后五分钟赶到了现场 从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孕妇和他三岁的女儿 他们这支队伍一共救出了149条鲜活的生命 而此时此刻仍有数百名的消防员 坚守在灾居一线 他们是成都军区陆航二旅的官兵代表 在接到军区命令之后十分钟之内 两架直升机已经起飞赶赴灾区 陆航二旅上下全员出动 空路配合分秒不停 在险要的峡谷之间穿行 高质量地完成了救灾的抢险任务 这一位是旅长立国 谢谢 他第一个率领机组前往灾区 勘察灾情 成功打通了灾区空中的生命通道 这群年轻威武的特警官兵 他们是来自成都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曾先后两次获得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冒死挺进救援孤岛保兴线 截至目前 他们共疏散转移受灾的群众一千六百余人 协助运送转移伤员一百多位 疏导拥堵车辆两万多台 鼓掌 他们是武警四川省总队的代表 也是一支在镇中开展救援行动的部队 地震发生后 他们第一时间投入两千多人 奔赴十八个重灾乡镇 抢救受伤的群众近五千五百人 这一位是第一个带领小分队 徒步挺进步道保兴的武警 雅安支队参谋长范小波 感谢 而这一位战士我要特别的介绍 他的名字叫加乔 谢谢 地震发生的头一天 他的父亲去世了 第二天 他主动紧战救灾 含泪出征 第三天 人们看到他跪在灾区 向着家乡的方向 为他去世的父亲 磕头击败 同样忠孝不能两全的 还有很多医疗人员 现在站在场上的是参与 此次抗震救灾的四川省人民医院 和庐山县人民医院的20名护士 我旁边的这位 是在此次地震中 被称为最美护士的张义川 谢谢 他的母亲也在地震中不幸的遇难 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孩 在悲痛中选择了坚守岗位 去救护更多的伤员 420庐山抗震救灾中 有上万名的医疗人员进入了灾区 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 在这场灾难中 很多人放下了自己的家 坚守神圣的使命 让我们以生命的名义 向他们致敬 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